神医扁鹊 他出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也就是公元前407年 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 因为他到处给人治病 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 每到一个地方 就给那里带来了安康和喜讯 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 扁鹊善意运用四诊来诊断 尤其是用脉诊和妄诊来诊断疾病 有一次他路过齐国的时候 见到了齐国的国君 齐桓侯脸色不好 就断定他已经生病了 便直言不讳地对他说 你有病在扶表 如不快治就会加重 齐桓侯听了 不以为然 说我没病 扁鹊见他不听劝告就走了 这时齐桓侯对左右的人说 你们都看见了吧 凡是医生都是贪图名利的 他们没有本事 就把没有病的人当有病的人来治 以显示自己的本领 太可笑了 过了五天 扁鹊又来见齐桓侯 观察之后对他说 你的病到了血脉 不赶紧治疗会加重的 齐桓侯听了很不高兴 根本没有把扁鹊的话放在心上 再过五天 扁鹊又来见齐桓侯 细致地观察后 严肃地对他说 你的病进入胃肠之间 再不治就没救了 齐桓侯听了更生气了 当然也没有理睬扁鹊的话 等到扁鹊第四次来见齐桓侯 他只瞥了一眼 就慌忙地跑开了 齐桓侯发觉扁鹊不理睬自己 就派人询问 扁鹊说 病在肤表 用汤药可以医治 病入血脉 用针灸可以治好 病到了肠胃 用酒精也能治好 如今齐桓侯的病 已经深入骨髓 再也没法治了 我只好躲开 又过了五天 齐桓侯果然病重 派人请扁鹊来治 扁鹊早已逃离齐国 而齐桓侯音悟了治病时机 不久就去世了 扁鹊无论到哪儿 那里的人最需要看什么病 他就治什么病 禁国的大夫赵检子生了病 五天不省人事 大夫们招来扁鹊 扁鹊看了一眼就出去了 大夫董安追上问扁鹊 扁鹊说 他的血脉正常 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以前秦木工也曾这样 七天以后就好了 过了几天 赵检子果然醒了 他告诉所有在场的大夫 自己到天地那里的情形 他说天地告诉他 禁国将开始会一代一代的衰落 过了七代就灭亡了 这时有人把扁鹊给他看病时 说的话告诉了赵检子 赵检子很轻易 打心眼里佩服扁鹊的神奇医术 便赐给扁鹊四万亩田地 还有一次 扁鹊经过果果时正逢太子病逝 扁鹊听了喜好方术的中枢子 介绍完太子的情形后 知道太子的病就是所谓的失觉 扁鹊说 不怕他没有死 我会让他活过来 扁鹊让他的弟子 真似太子经络的穴位 一会儿太子果然醒了 从那以后 扁鹊能使病人起死回生的神迹 被广位流传 扁鹊综合运用了中国诊病的四诊原则 分别为望、闻、问、窃 他用了一生的时间 总结了前人和民间的经验 对人类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如果您喜欢这些传统故事 请订阅,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